你好,大家好,我是阮阳繁花里的智慧顾问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阮阳繁花里这一边 我们里面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阮阳的品牌 里面的话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这边我们看一下我们阮阳品牌 这个是我们阮阳的品牌唱 阮阳地产是1993年成立的 总部是在北京,2007年就在香港上市 这是我们在香港上市的码码,0537 阮阳地产的资产已经过千亿了 包括我们19年年代销售压度已经突破了1300亿 在全球海内外五十几个城市 拥有超过一百九十几个楼盘 阮阳地产服务的客户已经去到138万 阮阳也是中国房企价值品牌十强 下面这里是我们的标准性项目 阮阳在2006年在中山这里 以中山为中山 往广州、深圳、香港这些地方往外拓展 我们在中山这边已经15年了 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阮阳的分布图 这个是上个中山的分布图 阮阳地产在中山15年了 上个中山有18个楼盘 我们现在的楼盘就是在神湾镇 阮阳我说下来中山打造了第一个楼盘 是东区阮阳城 东区阮阳城这里是比较大的 1500万个占地 现在上个东区的发展是中山一个新中心 这个是我们楼盘 阮阳繁花里 繁花里是我们中山的第二座阮阳城 我们是东区阮阳城之后有一座阮阳 下面我们看一下交通 这边的话我们就详细地介绍一下 我们的交通线路 我们这个屋远的话 我们接近香港和澳门这边的 后期我们回去香港澳门是非常之方便的 那怎样方便呢 我们下面详细地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看这个交通图 黄色水晶械这个是我们楼盘 我们楼盘这边最主要是以四重一横线 首先是一个105角度 105角度是主棍道 大车运较多些 可能这个车速就没那么快 平时都是60到80左右 我们楼盘这边出发 去到105角度大概三分钟左右 我们去到中山市区就半个小时 去到珠海市区大概是半个小时左右 去到拱北关校这边 大概是45分钟 但是在105角度 现在南段这一段路是升级轨速的 由现在的双向绿车道 轨为双向绿车道 全程是没有任何红绿灯的了 后期我们在楼盘这边出发 我们去到珠海市区大概20分钟左右 去到关校这边大概是35分钟 第二个线路就是港珠塞线高速 平时我们走高速的就会比较快一点 我们楼盘来高速路口的话有两个 一个是板符出入口 一个是三香出入口 我们来到这两个出入口 大概都是5分钟左右 我们在板符这边上高速 去到中山市的南区15分钟 去到广州那边的话 就大概去到40分钟 去到广州南沙 如果我们去到佛山的话 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去到的 我们往南边走 我们就在三香上高速了 我们走广州西线 我们去到南平的话 就只需要15分钟 去到珠海横琴这边的话 就大概去到25分钟左右 但是我们经过广州西线 我们转回去珠三角横线高速 去到人工岛这边 就大概25分钟到30分钟 我们经过广州大桥 我们坐金巴回去香港和澳门的话 去澳门的话 去广州大桥过去大概15分钟左右 去香港也是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我们全程在楼盘这边出发 我们去到香港一个小时 去到澳门大概45分钟左右 我们这边回香港和澳门 非常之方便的了 除了这个港珠西线高速之外 还有楼盘 我们旁边有一条西部外环高速 和古神公路 西部外环高速的话 是一条新高速来的 现在还是在区画的 现在正在搭桥面 还没整好 到时的话 我们走西部外环高速 去佛山这边 大概20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 我们经过这个西部外环高速 我们往南边这边 接驳着珠海帝 我们到时去到珠海的今晚机场 大概都去到25分钟左右 因为今晚机场都做国际机场了 后期的话 我们直接去出国旅游玩 在这里都可以过去 比较方便 在楼盘这边出发 半个小时左右的话 我们就可以过到这一边了 还有因为上个中山在粤港澳大湾区 是几何中山 中山的话主要交通线路 都是围绕着深中通道 和港珠澳大桥这两座桥来组成的 刚才港珠澳大桥我们已经说了 还有我们这个深中通道 我们楼盘这边的话 在我们这里就有个横五线可以上去 我们两分钟就上到这个横五线了 我们一直去接驳着南郎的徐坑快线 徐坑快线是接着深中通道的 我们去到徐坑快线 大概2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就经过深中通道 去到深圳保安区的话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去到 所以我们一个小时之内 我们可以去到深圳、东莞 包括我们去惠州、香港、广州那边 我们半个小时之内的话 是可以去到佛山、珠海、江门、绍庆这边 全部都可以去到 所以我们这边的交通线路来说 非常之方便 我们神湾这边都有轻轨站 但我们这个轻轨站现在是在规划 单单在神湾都有两个站点 一个是神湾站 还有一个是磨刀岛上边的一个站点 所以神湾这边都有两个站点 后期我们无论我们自己开车出行 坐车出行 包括我们坐轻轨出行的话 都比较方便 说回我们楼盘 我们楼盘的话是在中山神湾这里 神湾是在我们中山南部 珠海的北边 我们这里都叫珠海的后花远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这边去珠海 15分钟左右都可以去到珠海那边 我们现在神湾这边 我们现在是政府打造了一个国际山系旅游小镇 我们这边有商达式小镇 第一个就是我们游艇会了 游艇会这边已经是现有的了 游艇会是国内首个24小时水上通关的 我们在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可以坐游艇 直至可以去到澳门那边 过来到澳门这边大概是45分钟左右 平时我们自己去游艇的话 都可以租这个游艇会 游艇会我们都可以过去那边 第二个就是航天城这边 航天城这边的话 我们这里是政府去重点打造的 这个我们占地的话就去到1200毫左右 政府是花了70个亿去打造的 它打造成一个国家的5A级旅游景区 5A级的 所以平时我们以后我们玩的旅游景点 全部都会集中在这一边 一些水上乐园 马球马索会 包括我们玩的一些其他的 红天展览 我们去看的 红天展览 这些全部都会集中在这一部分 我们楼盘过来这边的话 大概都去到8分钟到10分钟左右 车程都是比较方便的 到时如果我们这里巴士开了之后 可能我们以后都有车 直接过来这一边 相当来说比较方便 那我们楼盘的话 那个位置是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楼盘定位是别墅区 所以我们楼盘的话 我们不会靠着神湾的中心 但我们这里过去神湾中心的话 大概都去到3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 那我们楼盘一个打造 因为我们楼盘非常之大 而且配套是很完善的 我们这里是打造上一个神湾的新中心 那我们里面有什么配套呢 那我们旁边的沙盘就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看看这一边的沙盘 这一边的沙盘 这个就是我们的沙盘 那我们看看上个沙盘 其实我们一眼看进去的 第一个就是楼盘很大 第二个就是我们上个楼盘的话 这里的绿化很高 包括38个绿化 周围都是绿色的一片 首先的话我们上个楼盘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的位置 这里是我们的售楼部 这里是售楼部 我们上个楼盘是分三期开发 那其中这一部分的话 是一期的二开发部分 已经收了楼入伙的了 那我们这里是我们二期 二期就分A区 和后边的B区这里 然后这里就是三期来的 这里是三期 我们上个楼盘就分三期开发的 那我们的工件配套 主要是集中在前面这一道工件配套 那我们看看我们有什么配套 我们这边看看 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工件配套 那首先的话 我们楼盘这里 我们这里有一个15000平方米的商业中心 商业中心这边总共是四层高的 那我们平时的话 我们引入一些超市 商业百货 包括品牌专买店 这些全部都是这里的 就是我们在屋苑楼下 吃喝玩乐的话 全部都在家里楼下就可以享受了 非常之方便的 那我们这个商业中心的话 我们是今年五月份 就交给政府这边去招商了 所以到时我们差不多今年年底的话 我们就会开的了 那我们还有旁边这边 有一个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这里最主要是以戏院为主的 就是我们做电影院 那旁边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巴士总站了 因为巴士总站的话 我们一会先讲到 我们有港珠澳直通巴士 是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桥那边的 这里过去只需30分钟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还有其他的公巴 就是我们可以去中山市区 或者是去珠海市区 或者我们去到中山的一些南部区域 都可以去到 比较方便 是在楼下我们就可以绿色出行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个公立的学校 就是政府的学校来的 这里是有中学和小学的 已经开了学的了 这里的学校 那旁边这边就有个幼稚园 那有学校的地方的话 肯定楼的话 肯定具有一个升值和保值的 那这边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体育公园来的 就是平时如果我们喜欢运动 打球 都是集中在这里 蓝球场 和一些其他的户外健身设备 都很多在这里的 那除了这个公园之外的话 其实本身 我们二旗的A区这边的 鹿化和园林都是很漂亮的 我们2A区这边 那我们的话就介绍回我们住宅区 这里是我们现在卖的二旗的A区 总共是13座 1652户 那这里是小区门口来的 我们刚才一开始那里 这里是小区门口 和这边都是小区门口来的 那上个小区的话 在二旗的A区的话 我们有两个小区门口在这里 这个是二A区的主要的小区门口 那中间的话是我们一些园林的鹿化来的 好似我们这里的小孩子玩的 一个吹哄主题的 那这里有个夜阳光大草坪 以邪波的一个设计 包括一个会客厅都在这里 那前面我们还有果园 和我们一年四季的花都不一样的 一会儿我们进去园林看 就会知道的了 那我们的话呢 现在我们买的什么货呢 我们现在最主要买的话 是买我们10座 11座 和15座 和6座这边的 那我们的单位的话 好像我们10座 11座这边两梯4火 总共是28层高的 15座这边是两梯5火的 总共是34层高 那我们6座这边的话 都是34层高 两梯4火的 那我们的单位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里的单位 全部都是向南位的设计 包括我们有南北通透的 因为南北通透的 在市面上都是比较受欢迎的了 那我们的话呢 有个单位呢 一个75方的 三房 89方 96方 和106方的一个三房 106方 100方以上的话呢 全部都是南北通透 就是南北对楼 双路腿的一个设计 那106方 和119平方 139平方 都是南北对楼的 只不过一个三房 和一个四房的设计 那我们的话呢 就看一下示范单位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格局 因为我们的户型的实用率呢 非常之高 我们所有的户型 都去到九成以上的一个实用率来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到呢 我们一个比较 受欢迎的一个89平方的单位来的 那这个单位的话呢 我们部件的时候呢 是二戒一 就是两房两厅两次 那我们实际是有三房的 而且我们这个单位的方向是很好的 向南的一个 就是向正南的一个方向来的 有两间房都是向南的 那我们有一间房的话呢 就向东边那边的 这个单位呢 我们可以做到三房两次 那具体的话呢 我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来到我们89平方的这一边 那前面这里呢 是个圆关位来的 做了鞋柜的 这里 那上个户型的话呢 就非常之通风 透光的话呢 都是比较好的 上一个户型的话呢 我们直接对着前面呢 都是花圆 向南的一个方向 它听到很大的 因为我们正常呢 我们买八十几平方 每个方的厅都去到三米二 或者去到三米四左右 但是我们的厅是去到三米半的 一般三米半的厅 大概都去到一百方左右 才可以做到 那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呢 我们外面的露台呢 是比较大的 我们的露台的长度 这一边去到一米九 一米九 一般正常都去到 米六左右的 所以我们会被人 宽地广阔了三十公分 而且我们望出去外面的话呢 全部都是我们的内原景 这个我们的内原景 因为我们这个楼盘 都比较注重 园林规划这一方面的 所以我们的园林 我觉得会做得很漂亮 那我们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我们看看饭厅和厨房这边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饭厅和厨房了 你看我们八十几平方呢 其实我都可以做到一个腰型的厨房 包括我们洗、煮都分开的 比较方便的 一个腰型的厨房都比较大 到时我们做虚放式的 到时我们这里可以做一个烫门 我们再看这边就是个房 这里有三间房和两个厕所 首先里面这个是我们的公厕 这个是客厕 客厕的话我们全部都是干湿分离 因为我们现在在厌楼这边 我们看到的都是实体景 我们的设计非常好 我们看回到这个80多平方 你觉得它一点都不会晒 因为很多人的印象中 我们80多平方会比较晒一点 我们看看这个是客房 这个是其中一间客房 平时我们在这里做个柜 这里放一个半个床 我们还可以放两个床头柜 所以房子是比较大 我们80多平方的使用率 去到九乘三以上的使用率 最对方过来这边 这个就做了一个儿童房 这间房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因为我们是二加一 这个是半买半送 就是买一半送一半的 所以单单在这里的话 发展商也送了好几万一个 价钱了 因为它有一个房 买一半送一半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套间 这里有个厕所 主人房的厕所也不会晒 那里面主人房的话 其实都ok的 都挺大的 我们做一个衣柜 那我们主人房的话 都是看回我们外边一个内缘景 那个景观 都是不错的 我们89平方的话就是这么多了 所以我们这个户型非常实用 我们看起身的话 都觉得它很大 包括我们来实地这边看起身的话 都很大的 这里 那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第二个示范单位 这个是我们106个方 那我们看看这个户型 我们是南北通透 双路腿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都是动静分区的 这边是房 还有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客厅 和饭厅这边 那房的话我们都是有三间房 两个厕所的 那我们的话就看回 里面的室内 那它入门其实它都是有个圆关位的 圆关位的话 这里就比较大一点 那这个和我们待会先看一个80多平方 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的话就第一个就南北对立 那厅厅 那厅厅 那厅厅也会大一点的 包括我们看这边的厨房的话 都比较大的 到时我们这里做过开放式的厨房 那这个厨房就非常之大了 这个厨房 都是做了一个腰型的厨房的 那厅的话呢 那厅的话呢 都是看花园的 我们的厅 我们看出去外面都是看花园的 那厅都去到三米七 包括这个露台呢 都是很大 那我们在厅的话呢 平时这里我们放一张椅子 那厅台是这里的 坐下看书 喝下茶都比较舒服 因为这个露台它足够大 那我们的话呢 就要看回这一边的房这一堂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房和厕所来的 这个呢 就是客厨 会比我稍后先看一个 稍微都会大一点 106方这个单位的 我们送的面积 大概都要去到15、16方左右 那我们看回这间房 这间房的话呢 是客房来的 到时我们 但是我们买的那个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奇怪 你为什么这个窗台会这么高的 我们买的那个的话呢 这个窗台是标准窗来的 都是矮的 都会矮一点的 所以光线会更加好 那我们看回旁边的那间房就知道的了 我们的窗全部都是这样的 是同一的 这个呢 是第二间客房来的 我们的客房 因为一百能几方 客房都比较大 那个窗就是这么大 然后这个高度就是这么高的了 那我们这里做了一间 如同房的 这个呢 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话呢 就会大很多 做了一个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衣务间 和一个休息区在这里的 两边 这个主人房 比较大的主人房 主人房的话呢 我们看回都是向南那一边的 就是视野没有任何的遮挡 那主人房这边的话呢 会有个厕所的 那我们图纸上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单位呢 我们会写着一个露台 但是我们是半买半送的 那实际的话 就是实际上 我们交给你呢 都是洗手间来的 都我们 这个洗手间都是有这么大 都是到时做个干室分离的 这个面积的话呢 就是买了一半送了一半的 所以到时这些单位的话呢 因为我们如果我们住的话呢 肯定这些单位就非常之舒服了 一百几方 一百零六方 一百零六方 我可以做到南北通透 现在市面上都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现在先的话呢 已经将我们上个项目的情况 已经说给大家听了 那都相信很多的观众 他会想到 那我们在大陆这些买楼呢 需要些什么资料 那如果我们按揭 和一次过的话呢 是一个付款方式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如果在大陆这些买房 我觉得是这样的 港澳人士呢 只能在中山买一套房 以家庭为单位 即是夫妻双方为主的 就是 即是凭身份证回乡证 就在中山这边可以买一套房的 那我们的话呢 都可以做按揭 都可以一次过 那按揭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做到 我们亚洲建行 是的 我们可以做到亚洲建行的 直接看的 利息的话 去到3.25 那我们大陆这边的话 都要有很多银行的选择 那具体的 他要看回我们客户自己 需要 即是选择哪一个银行 那假如我们一次过的话呢 我们正常一次过的话呢 我们一个月之内 就要给我们存款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一个付款方式 还有我们 就是港澳人士呢 在中山买楼 需要些什么资料的 那按揭的话呢 正常我们税单 量单呢 这些全部都要有的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会讲解这么多 那大家的话呢 需要些更详细的资料的话呢 可以留意下 我们的联系方式 到时可以联系我们 拜拜